晚上好,龙毕把龙毕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撒图,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修行静祝 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的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然后就采取我们现在认为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 无论是怎么做都可以 只要认为如果是这样做会做得久 这样做全身的肌肉不容易酸麻痛 因为现在是我们和平的时间 是我们给自己心灵礼物的时间 我们一整天都忙东忙西 现在就让心能体会到内在的安详 然后我们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然后我们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哪里有紧绷 哪里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就调整一下 从我们的头部 额头 眉头 或者眉尖 这些肌肉 这些肌肉 都要放轻松 观察一下 我们的眼珠 或者眼皮 是不是放轻松了 我们的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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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把颜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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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要轻轻松松的做。 背部要刚刚好的挺直,那就是不要太直,也不要太怂。 我们要调得刚刚好,感觉这样挺直。 我们可以做得久就好了。 要不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的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 然后,我们就来深呼吸。 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吸。 再慢慢地吐吸。 再一次,又深又长的吸吸。 再慢慢地吐吸。 又深又长的吸吸。 再慢慢地吐吸。 。 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感觉好像我们把内在的紧张排出来。 一整天的压力都排出来了。 。 现在,只留轻松,舒服感在我们的心内。 。 现在,我们正在休息。 我们的身心,在放松的时间。 。 今天,心内,没有任何人事物。 所有的念头,先暂时放下。 我们一整天的心 都跑到外面去 去执着外面的人事物 让心感到起起伏伏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 所有的念头先放下 身体放松 所有的念头 也跟着放心松 然后就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心松舒服的地方 有的人觉得 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是最轻松舒服的 那就放在那里 或者有的人觉得 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是最轻松 舒服的 觉得如果这样做 会能够让轻松 舒服感持续下去 所以 什么地方都可以 有的人 我们想默念圣号 我们就默念 三马阿罗汉 这个方法也可以 只要心轻松松松 得摩尼 三马阿罗汉 三马阿弗汉 sammarahang 我们无语言 sammarahang 是个方法 也可以 因为我们 每次打坐 最轻松舒服的方法 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就不要紧张 看看那一天 那时候的状况会如何 因为 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用了 什么方法 来打坐 如果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要感觉 轻松 舒服的 如果 轻松的感觉 减少了 我们 我们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们 就慢慢把 双眼张开起来 先看一下 自己喜欢的佛像 水晶 在我们修行静坐,整个过程都要感到轻松舒服。 接下来我们就各自练习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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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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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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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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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upavina Sathasothi 帕万都得 请大家以追法洗脱心 互相随喜功德 撒图 好 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见面咯 这一次呢 龙屁也是一样 像上司一样 就是把龙屁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些随想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呢 现在龙屁已经住在台湾已经三年了 三年五个月了 因为本来啊 本来没有学过中文 所以那个时候来台湾就要先在华语中心学中文两年 然后就要申请继续念研究所 结果龙屁就申请到台湾的一个学校 那是哪个学校呢 那就是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 龙屁就在这边 现在在这边念 宗教研究所 现在龙屁是说二 说是二了 时间已经过得很快哦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台北中心啊 台北法森市 就是台北法森市里 正大比较有一些距离哦 所以呢 所以龙屁就要先每一次要去学校上课哦 每一次就要先搭捷运啊 然后到到一个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捷运站 下车 然后转上公车到正大哦 一天为了来去一遍哦 一次龙屁就要去一次要大概要花大概70到80分钟的时间打车 然后回来也是一样 所以整天啊 一遍来去一遍 龙屁要花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打车 但是这不是重点哦 好 然后呢 龙屁要搭的那些公车也没有那么多 只有这两班车 这两班车呢 就是中十八跟绿一这两班 绿一这一班呢 龙屁觉得它应该是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会有一班车 但是呢 也不是非常的这么准吧 就是有时候等很久啊 等等等等等等上车很久的车没有来哦 有时候龙屁也会担心啊 会 会迟到 但是龙屁的迟到不是迟到上课哦 那迟到什么呢 就是 渠道到学校的那个时候是其他同学已经下课啊 如果整个学校一起下课 哇 哇 它们就要来想一想 想来想去 为了吃饭嘛 是中午餐 可能要 如果龙屁很晚到学校 很多地方都会很挤啊 龙屁不喜欢跟他们挤一挤 嗯 所以呢 龙屁通常会提早半个小时 或者 他们下课前一个小时 龙屁通常会到学校了 因为 龙屁大部分是在下午 比较是在下午的课 只有下午的课哦 有时候才有算午的课 这就是龙屁要等上车的地方 就对这个地方非常有的那个 音线非常的深刻哦 然后呢 龙屁也会发现 当龙屁在那边 在学校附近啊 吃饭啊 走来走去 或者买东西 或者在那边 约同学啊 也会发现 龙屁想上的那两班车 绿一中十八 当龙屁不想上车的时候 车常常来 但是 但是 当龙屁想上车的时候 车却没有来 有时候少到 到龙屁好像被欺负啊 感觉好像 诶 是不是我已经被欺负了呢 或者 有时候 有时候 龙屁在 也是想上车 但是那时候 呃 再走啊 再走 然后 然后 再走 然后 龙屁 那个时候啊 离公车站还是很远的 是没办法来得及上车 然后 自己龙屁也没办法 呃 跑步是吗 对 所以 就 龙屁就对 大公车的这个经验有 非常不好的影响 然后 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深刻 但是呢 这几天龙屁才想到 一件事情 诶 这是什么呢 龙屁就想 呃 其实 本上车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的一种 修行训练的一个技巧 诶 怎么说呢 龙屁认为 呃 我们修行打坐的那个时候 然后 有时候 我们心里面 也会想 呃 我 我什么时候会到 呃 心里面 得到宁静的状态 或者 什么时候 水晶球会出现呢 什么时候 法身 什么时候 佛像会出现 然后就发现 当我们 自己 越 认真 打坐 我们的心 越 不舒服 是吧 越 呃 越 紧张 有时 有时 有的人 紧张 到 呃 他的 肌肉就紧绷啊 呃 有时 呃 到 呃 有的人就是 紧绷 到 他的 肌肉就 动一动 那有的人是谁啊 就是以前的龙屁 这件事情也像龙屁 没有轻松的等上车的这件事情 因为啊 龙屁也是想 其实啊 车 他到了他的那个时候 一定会来到我们在等的那个公车站 我们是没办法等 我们是没办法逼那个公车嘛 是没办法控制公车 我们只能等 所以如果我们爱自己 要怎么办呢 就是要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自败自败的 等上车就好了 因为 不是每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 也是 也像是修行训练的这件事情 龙屁认为我们的责任 只有 死败死败 这个字 就是啊 我们在打坐 就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死败死败的 修行静坐就好了 然后 当我们 或者 当 到了 那个时候 龙屁不知道 那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但是 龙屁比较 诚信 当我们到了 那个时候 每个状态 每个 或者那个 水晶球啊 佛像啊 一定会在我们心里面出现 龙屁是这样想 如果 龙屁 可以这样想 可以这样做的话 龙屁就可以 比以前 修行静坐 这件事情应该会比以前更舒服 更舒服 更简单 更 轻松 嗯 所以呢 今天 龙屁 想跟大家分享的 龙屁 日常 日常生活上的 水晶故事 就到此为止了 那下次再见咯 今晚龙屁 祝福大家 祝大家 身心 康乐 呃 说明长久 照日正德内在的 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甩 意 感谢观看